星期三 崔天凯应邀在美中关系全国晚会年会上做主旨演讲 会后他接受记者提问 美国之音记者拉蒙与这位大使有一段有趣的问答交锋 新泽西州众议员史密斯邀请你去国会就中国人权作证 请问你如何回应这一邀请 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对中国的正确了解 所以你还没有机会做出回应 我希望他们有能力去学 是啊 也许到美国国会作证是个可以教他们学习了解中国的机会 我没有到美国国会去作证的义务 10月8号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 批评中国人权与法治的倒退 中国随后指责这份报告不符合事实 充满偏见 一天后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 向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出到国会作证的邀请 10月12号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 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邀请发问 女发言人华春莹说她不了解具体情况 但继续批这份报告是对中国内政的无端指责 崔天凯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记者的回答 显示中国政府无意与美国国会就中国人权恶化的议题 进行任何交流 崔天凯当天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 称习近平访美非常成功 呼吁两国应建立更牢固的和富有弹性的双边关系 美国之音方斌 纽约报道